拿到这一个免费的教程 如果你也想一个月之内拿到14000的订阅 还有7000观看的话呢 就是获取这个资源 然后把那个资源copy到你自己的频道里面 我真的相信只要你的内容是不错的话 坚持用我接下来说的这个方法 绝对会助你在YouTube上成功 其实还要说一下 我第一个影片在6月27号公布的 因为不明的原因被YouTube一时下降了 有不少的观众问我能不能再次恢复这个影片 而我现在刚好是在跟YouTube申诉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恢复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会把这个影片的内容 重新变成一篇很详细的文章 发布在我这个新的公众号里面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记得订阅这个公众号 那好了我们立即进入主题吧 首先需要澄清的最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你的影片的质量不好的话 YouTube是知道的 他不会把你的影片推荐出去 这样你的影片的排名就不会上升 自然而然影片就凉了 所以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想办法让YouTube把我们的影片推荐出去 而这个就是我后台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得到 现在我的影片得到了YouTube83%左右的推荐 这也是我频道悲速发展的原因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在茫茫人海当中 你们也不可能发现我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优化我们的影片 但是所谓的优化 并不是说你上传一个影片 然后随便设置一个你觉得OK的标题 在影片上上传然后坐着等YouTube爸爸 把你推荐到搜索结果的第一名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不可能的 所谓的影片的优化并不是影片质量的优化 同时也是配合YouTube这个平台进行算法的优化 所以接下来就拉下我要讲的第一点了 第一个秘诀就是要不断的进行SEO的对策 什么是SEO呢 这是搜索引擎具体分为标题描述栏 标签还有CC字幕 首先YouTube本质也是一个搜索引擎 观众想要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都一定要像其他搜索引擎一样 先搜索它的核心关键词之后 才能达到它想要的结果 并且每一个自媒体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平台当中了解它的算法 不然你玩不过去 但是YouTube的技术是世界顶尖的 而且它从来没有把它的算法公布出来 因此刚刚所说的那四点 都是我一直做视频营销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而推断出来的关键 并且这些关键帮助了我的频道 在一个月之内通过五个影片 获取了一万四千的订阅 还有七千小时的观看 那接下来我要具体解释一下 第一点标题 标题的设立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不能太长 同时也要堆弃你的核心关键词 并且去了解YouTube抓取关键词的时候 通常都是从左往右这样一个顺序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例子 平时我写标题的时候 都是把核心关键词先放在左边 然后右边才是我真正的标题 这么做 第一个好处是 能让YouTube更加快地抓取到我的关键词 第二也是让观众能一目了然 我的标题讲的是什么 第二点描述栏 描述栏的文字 不仅是让观众知道影片的道纲 同时也是上平台展示你的内容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通常我都会把我的标题 复制一遍在我的描述栏 可以看一看这个例子 而且影片的语音包含很多核心的关键词 还有常委的关键词 其实我并不指望YouTube能通过语音把我的核心关键词都读取出来 然后排名我的影片 所以通常情况我都会再描述出来那里写一个新的道纲 在那里进行影片的关键词的堆砌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做无脑的关键词的堆砌 你要写一个这样的道纲 不仅堆砌了很多核心关键词的同时 阅读起来非常的通顺 能让观众看完之后还是会有点一头雾水 必须得看完你的影片之后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例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影片的这个描述栏是怎么写的 或者是看一下我的其他影片的描述栏是怎么写的 第三点就是标签 标签也是让平台知道你的内容的很大的关键 首先我们必须把所有跟影片相关的关键词都放进去 让观众能够多途径的了解到我们的内容 搜索到我们的内容 但是总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 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放哪一些标签 或者是说我列了很多标签 但是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遗漏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自己的话都是在用一个叫YouTube里的软件来实现这个事情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工具的话 我可能没法顺利的上传视频 同时很多大YouTuber也是在用这个工具的 所以我强烈的建议你们也要下载一个 那Tuber里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第一 你可以通过Tuber里看到竞争对手的标签 同时能看到他推荐给你的标签 不仅如此 你还能看到你搜索的关键词的搜索量 还有竞争度 这样的话你就能找得到一些搜索量很大 但是原创作品很小的那些很有潜力的关键词 那下一部影片你就可以围绕这一个关键词拍一部影片 你影片被发掘的潜力就会很高 而这个工具的下载链接会放在我的描述栏下面 同时增加具体的信息 我会在我接下来要发布的影片的教程当中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下载我的教程看一看我的描述栏哦 第四点就是CG字幕 其实有观众很疑惑是 我的影片都是有内线字幕的 为什么还要故意做一个CG字幕呢 其实我的CG字幕不是做给观众看的 而是故意做给平台看的 首先你们要知道的一点是对于搜索引擎来说 最友好的并不是语音而是文字 现在YouTube的情况是每一秒钟就会有一个小时的影片被上传 在茫茫的视频当中 我真的不指望YouTube能故意的把我的视频拉出来 理解我的语音 然后把我的影片放在各种搜索结果的第一名上面 但是影片通常都包含着很多很多核心的关键词 我怎样才能让平台了解我的内容说什么呢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个CG字幕 这样的话 这个字幕会包括很多核心的关键词 它对搜索引擎是非常友好的 这样的话YouTube就会知道我的影片讲的是什么 从而推荐给更加多有潜力的观众 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秘诀就是拍比较长的影片 为什么呢 因为YouTube推荐你的视频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 就是你的观看时长 YouTube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观众用更多的时间留在这个平台里面 打个比方如果你发布了两个影片 一个只有三分钟 但是一个有十分钟 两个影片都有一万的观看 同时两个影片都是有50%的观看完成度 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那三分钟的影片只看了一分半钟 十分钟的影片看了五分钟 总体的观看时长呢 三分钟的影片只有15000分钟 然后十分钟的影片呢 它只有五万分钟 也就是说十分钟是三分钟的三倍总观看时长 你觉得平台会推荐哪一个事情上去呢 第三个秘诀就是增加观众参与度 也就意味着你的每个影片都需要大量的点赞留言和分享 首先YouTube看待一个影片的质量到够高 就是通过我刚刚说的这三个维度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 如果互动率高的话呢 就是等于高水YouTube 这是一个好视频 值得被推荐出去 当然观众也希望看到一些互动率高的影片 多过一些死气沉沉的影片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越多的互动 这个影片就越有可能会被推荐出去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在影片当中大力的鼓励你的观众为你留言 同时点赞 并且你也要尽量的回复多一点观众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内容是有帮助的话 或者你觉得有一些不懂的话 你都可以向我留言 我会尽力的回复大家 第四个秘诀就是增加影片的点击率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影响影片的点击率呢 其实比起标题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说图的质量 其实曾经有一个朋友帮我做过一个说图是这样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说图 对比这个和这个 哪个会引起你们的点击欲望呢 所以说说图就像打比方 亚马逊的商品主页一样 如果图片不好看的话 人家连购买的欲望也没有 更别说是点进你的商品里面了 所以说YouTube也是一样的 再好的影片也会被一张说图给毁了 我知道做影片真的很花时间 所以也就意味着你更加不能因为一张说图 而让你的影片石沉大海 第五个秘诀就是鲜明的频道风格 什么是鲜明的频道风格呢 就是说观众点进你的频道 不用了不用思考 一分钟就知道你的内容讲的是什么 同时也能预期到它能得到一些怎样的知识 只有这样才能急速的增加你的订阅率 打个比方 我就直接把我所有的关键词都写在这里了 而这个方法保证了我在之前的一周之内 每天都能获得3000左右的竞争订阅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疑问回答环节了 我将会回答被观众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买粉丝买订阅有用吗 确实现在很多社交媒体平单的服务商都会推出各种 只要你想得到都会有的服务 只要你花钱都可以了 例如最多的就是刷订阅和刷流量 但是真的有用吗 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这么做 你花钱买了一万的观看 那个影片可能短时间之内上了观线索索的第一名 但是也是短时间而已 你要知道看你影片的那一万个人是水军 而不是真真正正你的观众 他们不会订阅你 那第二个第三个乃至之后的影片 每一个你都要刷吗 而且YouTube已经出了一个更加严格的调整 如果你的第一个影片突然之间有一万的观看 但是你第二第三第四个影片就没人看的话 他就会判断你为不当行为 搞得不好你可能会面临被封号的危险 所以专心做好优质的内容 同时参考我这一集影片所说的支持才是最实在的 第二就是我上传的影片没有人看怎么办呢 首先得看你已经上传了多少个影片 曾经有几位观众问我 已经上传了好几个影片为什么没有人看 然后我点进去看了一下他们的频道页 发现他们只发布了一个或者是三个影片而已 那其实没有人看是很正常的 我自己的频道的话呢在第三个影片之前 其实订阅率也没有超过三位数 是在第四个影片的时候才开始飞速增长 那是因为我认为频道也是有权重和定位这个说法 如果只是刚发布几个影片的话呢 YouTube可能还得不到足够的资源 知道你的频道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 还有你的定位 从而不知道是否应该把你推荐给更多的观众 并且他也不知道你更新的频率对不对 平台他也不想把一个可能会不怎么更新的人推荐给更加多的人 因为平台的目的就是想要把更多的观众留在YouTube上 所以正常来说更倾向于推荐一些能固定更新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上传了几个影片的话 那就坚持更新吧 最好也像我一样最少一周一更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了 但是有一些重点我还没把全盘的交代 这些重点我都会写在我这个免费的教程上面 我会把免费教程的获得方式写在我的描述栏和新的公众号上面 你们都看到这里了 不会错过这个福利吧 我相信看完影片的观众们肯定还是会有一点疑惑 小船只靠这些技巧就能达到这么发展速度吗 其实不仅是今天影片所说的拍摄后的优化 在影片的拍摄过程当中 我也是有战略性的在影片当中优化我的视频的 那具体是什么呢 下一期的影片我将会详细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后我也会在这个频道当中 向大家介绍一些最前沿的网站 还有网络创业的思维和方法的 点阅打开小铃铛 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 同时如果你对YouTube赚钱有兴趣的话 请看一下这个影片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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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